元宵会给美兰和国量 对我们华人来说 这个正月十五元宵 就是要热热闹闹看这个花灯 还有跟家人一起团圆过日子 是的 为了和大家一起行元宵新传媒 与春到河畔的主办方呢 连续第二年合作 举办新加坡派主题之夜活动 并将在明晚通过八频道 播出精彩的内容 那么今年的这个活动呢 到底和往年有什么不同 又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的亮点呢 那一起欢迎两位嘉宾 大家熟悉的艺人 新传媒艺人 陈炯江 炯江好 蔡奇惠 炯江好 大家好 两位这次在这个春到河畔 新加坡派里面 都是有表演项目 没错 都非常精彩 这个炯江 而且都是第一次挑战 炯江是 是我第一次挑战 炯江是敲鼓 敲鼓打中国鼓 但是这是我第二次表演中国鼓 因为两年前 其实我就为了新加坡 华族文化中心的开幕 表演过 但那个时候是一个人表演 所以如果打错 也没有人知道我打错 这一次就跟了另外一项 三位同事一起打鼓 还有跟三十多位的那个鼓手一起打 那个时候压力就大了 因为我们这彩排 你稍微打错就很明显 对 所以你这两次表演的项目 内容还不一样 虽然都是中国鼓 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一次比较考那个大家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协调 是 我们在影片中已经看到了 这是你们的彩排的画面是吧 对 这个就是打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挑战呢 即使打酒 其实那个手都会有那个气泡 对 我看到他们好几位都手上包着这个胶布 对 现在还有你看就 其余那些黑心都还 一个星期了还没好 我很好奇这个学习打鼓的时候 他的 呃 前面肯定有个老师嘛 没错 对吧 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呃 因为通常音乐它可能有个谱子 这个是有一个 没有什么 它完全没有谱 所以一边边学然后死记啊 没错 所以我们是一段一段学 所以老师就会说这A段 然后大家就敲敲打打啊 然后B段 然后C段 然后ABC结合在一起 那个时候很多都会疯掉吧 因为A是什么B是什么都 会不会同手同脚打 开始的时候真的会 可不可以万一忘记 可不可以打轻一点 反正没有人知道你有助力 我原本以为是因为这样子的 可以吗 但是很明显 很明显 因为动作跟力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人家会也看得清楚 是 没错 那提会呢 这一次你表演的 你带来的项目是什么呢 呃 我是负责吹笛子的 然后我们是跟青年华乐团 一起表演 然后除了我之外呢 还有四位艺人 呃 Aiden啊 Chancel Daryl Ann 还有玫瑰 我们都负责不同的乐器 这个乐器就不是说 一招一招马上学的会的 你有这个基础的 是吧 呃 其实我学笛子 学了三年半 哦 可是还是有紧张 就有点小紧张了 因为就是不是呃 很厉害嘛 所以跟青年团 他们一起表演 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彩排的这个片段 对 跟老师学习 是 这个笛子跟弦乐当然完全是不同的乐器 它的最大难度在哪里 是音准吗 呃 我觉得就是你要控制你的那个气息 然后还有吹的那个风门 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要吹的那个力度 所以如果没有练习的话 其实吹笛子是很难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吹这个笛子 呃 我在三年半前 就是在逛街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笛子乐团 叫Dicapella 他们在表演嘛 然后那时候我心情有点小不好 可是我在看他们演出的时候 心情就变好了 我觉得 对 他们的笛声有一种很疗伤的那种功能 我就觉得 好那我回去 就是那时候我在学古增嘛 我就回到我的音乐学校说 老师我要学笛子 然后他们就安排笛子老师给我 所以大家明天 这个都有机会通过电视 看到几位一人不同的表演 那这个 当然除了两位的这个项目之外 还有其他的很多精彩的这个节目 其实表演的推荐一下 太多 因为我们在后台就表演完后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别人的表演 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是阿姐跟另外几个年轻的女艺人 一起表演的一个项目 因为他们穿的那衣服 感觉很像古装的那种 仙女啊 对 感觉很像仙女啊 每次看到好好都会说 黄母娘娘你好 有一个精彩的阿姐 今天也有个舞蹈 是 就会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 《御犬蝗虫》的那个脱口秀 哦 还有脱口秀 对 因为通常都是在on air 就是听radio的时候听到他们 可是这次有机会 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表演 其实很不错 嗯 真的说这一次我们可能还来不及 可以到这个春道河畔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明天就会出现在 我们的八频道的节目上 对 大家都不要错过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 那么新加坡派春道河畔2020呢 就是在明天晚上八点 八频道以及mewatch同步播出 大家不要错过了 也欢迎您浏览我们的 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实事的面部 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好 我们星期一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